两边完全就是没有回应的一个对话 首先看到这个盒子 这盒子我就觉得好像棺材 我觉得把一个Vagina就放在里面 那时候我在洛杉矶住 街道里面他们又砍那个树 好多鸟巢掉地下我就跟人要 结果就一直当宝贝 留了有十几年十五六年 那时候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环境 一下就回来了 其实都是有挺失落的 这种我作品都比较伤感 就是这种鸟飞走了以后 你这个家园留下来的这种 有点怀旧的情感 下坠它并不是平的 它是从上往下掉下来的感觉 它是从上往下掉下来的感觉 那实际上人就像蚂蚁一样 你转身继续的生命 基本上去年对这种感受 我想很多人都是一辈子 可能就是第一次想这些问题 就是一个很沉重的 实际上一个往下坠的感觉 在后院的树枝 然后这些钉子 其实都是很不起眼的东西 就是看到东西 我可能就会想法就会慢慢出来 但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 你怎么用 其实这都给你整个思路 你的系统里边去一点点延伸 那我就是一个人死掉 死掉以后他 我只能看到头发 我只能看到头发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伤害性的 上面那个都是用袜子 它有点是女性身体的感觉 不管是用刷子还是这种树枝 它倒有一点这种尖锐 有这种刺痛的感觉 有这种刺痛的感觉 买花 人家会给你写一个notes 就肯定是你很亲近的人 但你不知道这个亲近的人是谁 因为没名的 所以就是这么亲近的人 你都不知道周围的人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有点就是像天使 也是刚刚以前刚刚开始做的 去面对这些事 以前都没有想过的一些事 就是像埋掉的 生锈的东西 其他东西都是破裂了 这些东西都是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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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院的石头 然后那个鸟翅膀 就实际上就是看到 当时看到那个 后院落的一些这种什么 鸟翅膀啊 羽毛啊 平时你根本不会去在意 这个时候就觉得 哎呀真是很感慨 它的木纹很美 但是你用什么方法把它 就是年轮的感觉 纹理的感觉 你怎么样给它呈现出来 很沧桑 但是又很 又很失落 这就是一块烧焦的一个木头 所以你就觉得 只要在这环境他们的气场 就一直在激发 你一直在往里面出更多的东西 它实际上一直在跟你对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